詐騙集團假冒財經專家身份 騙取台商六百二十萬 現在他欺詐要求要求償 但是車手未成年 父母恐怕面臨高額求償 車手前往咖啡廳取款 被警方逮個正招 一查身份才發現取款車手才十七歲 根本未成年 而詐騙集團是假冒財經專家身份 以假股票投資訊息 匡騙彰化七十歲翁姓台商共六百二十萬 而高職業業的十七歲未成年車手 被派來面交取尾款時 遭埋伏警方逮捕 勞翁欺詐表示要向車手父母求償六百二十萬 在網路上的求職 然後因為看到 他每天的工資有五六千元 認為很好賺 所以他就去詐騙集團 就是當車手 被害人他是有提到說 他會跟這個車手的家人做求償的部分 另外台中則有二十三歲女和官 遇上交友詐騙 他等一下還會這樣打來 那麼就封鎖就好了 但戲女子表示 在網路認識一名陳姓酒店男公關 有本相約在超商見面 對方卻突然打電話恐嚇 還傳送竹聯邦寫新照片威脅 要求女子立刻購買超商點數交付 你反應越大他越開心 他越覺得這個人可以騙 他在你這裏騙到錢 他就會換下一個了 警方動場發現是老梗交友詐騙 即使阻詐也讓女和官鬆了一口氣 在林一峰彰化報導